朋友们大家好,我是Charlie 今天来做一个佛手自然酥饼 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当小吃 300克的中筋面粉 3克酵母 大致拌匀 这就是温水,大概是150-160毫升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絮状以后,我们再加点油 我用的是橄榄油,可以用其他的菜油都可以 这里加了大概10克 再次给它搅拌一下 手洗干净,直接下手揉 需要揉的太精致 基本上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 这个面团是一个中等添软的面 烙饼,一般饼坯揉的比较软 做出来的饼也会很软 盖上盖,先让它休息5分钟 饼均匀 饼均匀 我们来做个油酥 这是一勺的孜然粉 一勺的盐 这个用量都可以调整 面粉 来一大勺 我一样还是用的橄榄油 这里加了两大勺 给它和匀 尽量不要有面割的 大概这种稀度就可以了 现在面已经饧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给它揉一次 饧过的面特别好揉 因为这个面团比较软 用那种拉撑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把它揉得很光滑 这时候我们再次饧面 我大概用了半个小时 屋里的温度是25度 这时候面已经清好了 面垫里给它撒点干粉 防粘 清好的面直接放到上面 给它稍微揉搓一下 排气 顺便就给它整理成一个长条 我给它分成六份 如果你喜欢更大更小 你可以多分或者少分几块 每一块再给它揉一下 搓成圆球 取集一个做好的面剂子 稍微整理一下 用擀面杖 给它擀成一个面饼 边擀边转 这样薄厚比较均匀 擀好以后直接把咱们的油酥撒上去 如果涂不均匀 就借用刮板 给它刮的稍微匀一点 准备了一点葱花 不加也可以 然后给它对折 另外一边再涂一点油酥 撒点葱花 再次给它对折 稍微按一下排排器 从中间的位置 给它切开 但别切断 然后往里一握 再给它压扁 整理一下 就像一个佛手瓜了 全部饼皮都做好了 稍微再整理一下 准备上锅煎 锅里来两大勺油 油多一点煎出来的更香 全程用中火 盖上盖煎熟的快 中间给它多翻两次 大概每一面烙2-3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刚出锅的酥饼表皮特别脆 撕开以后里面很香 而且非常的柔软 孜然和葱花的味道特别的浓郁 如果没有孜然的话 你可以用13香或者5香粉都可以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做一下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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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